小小房間塞了十幾名被害人 每個都全屈著身體擠在一起 還有人被限制行動戴上手銬 找到不能到的對待 台版柬埔寨案領略求知者 造成三死悲劇犯罪集團 用來關人的淡水據點 內部畫面曝光了 檢警除了逮捕綽號查董的陳姓楠 自外將在擴大向上溯源 要找出幕後的常境人 好幾名便因刑警 來到旅宿門口破門而入 馬上大聲嚇斥 令嫌犯趴下 嫌犯在廁所裡面 連衣服都來不及穿 馬上被警方團團圍住 而另一邊 幫我們開 可以直接開嗎 可以 直接開 同樣是西門町旅館內 好幾名詐騙集團成員躲在裡面 剛來一樣啊 回去釐清你們的案件 到地獄署去跟假牙關 今年8月開始 台北市警方就陸續在西門町旅館 查獲求知詐騙事件 共同手法都是在網路上 刊登借貸或是求職廣告 吸引被害人 約見面後就要求交出 存折提款卡 將人囚禁在旅館內 不聽話還會遭審索捆綁 甚至毆打虐待 以網路以求職借貸的名義 誘騙被害人 攜帶帳戶存折 共計有4案 總計救出11名遭控制行動 被害人 共逮捕12名犯險 南區警方也成立 清樓專案針對旅館 日租套房等場所 全面清查救援遭拘禁的民政 要杜絕再有人 因為求職陷阱而受害 新新聞何孟哲張景函採訪報導